我是李春琪,是沈阳人 但是我一般都是做银饰吧 做银饰比较多一点 实际上老本孩的话应该是做珠宝吧 刚开始学徒的时候是在一个进工厂 做经营加工之类的 钻戒啊 这些东西做的比较多一点 然后做起来之后了 其实做的东西越来越读越多 感觉自己就是特别 对手工的东西都特别感兴趣 像后来也接受皮具 做烟斗的老师 做皮具的老师 还有包括现在做的一些雕刻类的 就是经营雕刻类的产品 也都是像这些前代老师去学习 然后可能是有这个天分 就是每一样东西虽然都是手工 但是自己就是上的还比较快 而且就是自己想要的东西 自己想做的东西还都可以 做的还都可以吧 都能达到几个分以上 偶尔能有几个东西也能 嗯